自從開啟的島嶼創作家 遊玩的時間就瘋狂增加 每天三過加盟了不入 就是為了要找日把島嶼規劃的美美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地鋪了好幾次 居民搬家搬好後 一個小區規劃好之後 隔天起床就突然改變心意想要重新弄 今天就帶著我慘痛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改島之前必須要知道的是 島嶼創作初級篇 還有會教大家怎麼挖出特殊的湖泊 請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在進行島嶼規劃前 請一定要打開自己的地圖看看島嶼分佈 地圖上的機場、服務處、碼頭、出海口的位置都無法更改 綠地的最外圍以及沙灘、岩石也無法更改 但就是這些不方便 才讓我們大家的島都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觀察和想像一下地形 比如朋友從機場走出來看到的第一個場景 還有動物們常常聚集的廣場該怎麼佈置 腦海中有雛形之後就可以 欸?ちょっと待って 之前開始動圖前 很多人建議是把島都鏟平、河都填平比較好去叢林開始規劃 而我真的這樣做了 結果現在非常後悔 因為如果不是非常熟練島嶼創作家 或是很有自然景觀設計感的人 其實很難把河流與山地挖得很天然 如果對自己的地形一開始就很滿意 建議可以留下大部分的自然地形 一小部分進行度跟重畫就好 除非對自己的規劃能力很有自信 不然第一次接觸島嶼創作家還是以自然為主 腦袋有個雛形就可以開始使用島嶼模擬器規劃啦 打開Happy Iron Designer 可以先照著自己的地形把基底畫好 把固定的機場、服務處、碼頭、出海口設置好 就可以開始畫囉 一開始建議可以先修改河流的部分 出使地圖可能因為河流會把自己最大的腹地分隔太多 可以先稍微把這彎彎曲曲的河流收的順一點 模擬器跟遊戲中的地圖一樣 有標好中橫軸的坐標格 但細節的格子大小還是會有落差 所以建議以大格子來當參考位置 接下來放自己的家 喜歡壯觀的家可以配置兩大格或四大格 居民住宅區建議一大格不要超過四棟房子 讓他們比較有大的生活空間 廣場區可以建立四通八達的廣場 讓居民可以輕鬆待在廣場 橋樑與坡道的話 每座島只能蓋最多八個橋樑和八個坡道 而且建造橋樑和坡道的費用也非常高 所以也要想好橋樑和坡道的位置 讓整座島的動線更方便走動也是一大學問 至於果樹園、花園或礦場 這個依人而異看要不要特別設置這個區塊 比較方便管理 不過利用果樹跟花來裝飾整個島嶼 反而會讓島變得更豐富 才不會覺得光凸凸的 道路的部分 我後來鋪路的時候發現 跟實際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這裡就不建議先畫上道路 會畫好之後就可以存圖檔下來 我自己是會放在PPT裡 如果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可以畫個圓圈 寫一下大概想要弄什麼區 大略規劃好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不用把這張規劃圖畫的太細 因為實際開始動工真的會有落差的感覺 懸崖、河流與道路都是按A操作 再次按A則是可以消除掉 三種都做出L型的樣子 就可以把中間鏟圓滑 只要記住 無論是哪一種 都是要站在要弄的那格的旁邊 按A才是對的位置 就可以漸漸熟練如何使用 下面就稍微提一下小知識 懸崖師工 在鏟除懸崖師 可以以棋盤的方式去鏟地 才不會多花一次鏟邊邊的力氣 第二個,第三層的懸崖必須比第二層的四邊少一格 第三個,其實可以建設到第四層懸崖 但是第四層不能爬上去 也無法擺放東西 可以運用成高低山軟的感覺 道路施工可以選擇直接鋪我的設計或是預設的道路 會有些許不同 直接鋪預設的道路 不同種道路不會連接在一起 所以可以做出層次感 不透明的我的設計鋪在預設道路上 會形成滿板的鋪路 鋪起來比較扎實 有透明色的我的設計鋪在預設道路上 我的設計會透出材質 所以同樣的我的設計在木板路跟石頭路 都會顯現出不同的感覺 並且可以隨著圓潤的道路修飾 各種材質的道路會影響植物能不能擺放 例如石頭、木板、磚頭 我的設計都不能種植物 花草樹木只能種在草地、泥土、黑土路 沙地則是可以種植野子 再來是河流施工的部分 盡量不要破壞原本自然河流地形 因為河南自己產的很自然 第二個是記得有湖跟河的差別 喜歡釣魚的還是要多留一些河流和湖泊的空間 瀑布則是在雪崖邊挖河流就可以形成瀑布 不過斜邊無法產出瀑布來 另外建議在第二、第三層的懸崖 也要弄個河流或是湖泊 因為有些魚只能在懸崖釣到 開始動工時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各建築戰地的格子大小 要注意每個建築前都要預留一排走路的地方 這邊建議可以使用我的設計 先將畫布塗滿全透明 然後再四邊畫線 做出一個預定格子的圖樣 就可以幫助我們預留建築的位置 接下來分享7種特殊湖泊怎麼挖吧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島嶼創作家最難的就是挖湖泊跟河流了 很容易不小心挖歪掉就不知道怎麼弄回來 所以這次就來教大家怎麼挖出有特色的湖泊 基本上大家可以開啟Excel 把格子弄成正方形 再用藍色和綠色畫出雛形 這時就可以搭配Island Planner 來試試看實際挖出來是怎麼樣的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圖開始動工 有斜線的部分就是要鏟成斜邊的地方 首先是愛心 先鏟出5乘3的長方形 之後左上跟右上加L形 最下面再鏟3格 之後沿著邊緣鏟出斜邊 這樣就完成囉 接下來貓咪湖 先弄出9乘5的長方形 然後湖中間要留2塊 當作是眼睛的部分 上面再挖左右各3格 當作是耳朵 最下面一排再加7格 當作是下巴 最後再修出邊來 這樣貓咪的臉就完成了 最後再加上旁邊的鬍鬚 這樣我們的貓咪就完成囉 兔兔虎就是貓咪掃掉了鬍鬚 再把額頭的部分 往下延伸一排 做出兔子耳朵的感覺 這樣就完成啦 好 星星一樣先敲出9乘5的長方形 再加上周圍星星的腳 這邊先敲3下 可以先敲中間 再敲旁邊2格 這樣就不用再花時間修了 先敲中間 再敲旁邊2格 這樣子星星就完成了 月亮湖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建議可以照著我的格子 可以先去用我的設計畫出要挖的地點 這樣比較好挖 這樣子月亮湖就大功告成囉 熊熊湖則是先敲出9乘6的長方形 一樣中間先留個眼睛的部分 下巴再加一排七格 再加上圓圓的耳朵 加出一個L型 馬耳朵修著圓圓圓的 這樣子熊熊湖就完成囉 超級可愛的 最後是可愛的大象湖 先挖出7乘5的身體 記得留一個眼睛的位置 記得留一個眼睛的位置 再來超出鼻子 鼻子抄好之後 再超出腳腳 這樣子大象溜滑地就完成囉 以上就是今天滿滿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建造出屬於自己理想中的島嶼 如果你有更多島嶼規劃的小技巧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如果這次的分享有幫助到你 歡迎幫我點個喜歡、訂閱和分享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多島嶼